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直接碾就是了 我们是用手抓一下就算了 它就是要把它压成泥 好像过了时您说的方法更加贴切地气 那种非常原始的那种吃法 对 因为它这样豆腐比较劲味 这样吃出来味道比较足一点 又配上一点肉末 好像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个搭配 还特别吃味 那高大叔这个压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觉得它好了 对 就是把这个表皮的那一层能够压碎了 就可以了 就外面层硬硬的 对 就是一般呢要有几个来回 就翻过来覆过去 这么来回倒 多压几遍一下这样子 您这边先压着 顾老师 在这个压的过程当中 跟我们说说这个豆腐 吃起来有什么好处 因为现在都说豆腐 豆腐 对 白菜豆腐 或是什么都要吃 对 因为青菜豆腐呢 它本身比较素淡 而且豆制品呢 是咱们中国传统工艺做出来的 那比较放心一点 不论是我们吃的卤水豆腐啊 还是我们南方吃的石膏豆腐 其实呢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独特的特点 把豆制品呢真是做到了极致 对 那么而且呢 这个豆制品经过加工以后啊 就比黄豆的 它的这个消化率又大大提高 比如黄豆我们因为外面有一层 这种粗老的皮 再加上它的抗氧化因素比较多 所以也就能吸收60%到70%的营养 但是我们要做成豆制品以后啊 它就能吸收到95%到98%的营养了 就更利于吸收 对 更利于吸收 而且很多的营养成分呢 就是做成豆制品以后呢 是大大提高它的吸收率 这样黄豆的营养成分啊 我们就是可以吸收了 你像我们现在几乎 百分之七八十的保健品 都是从黄豆来的 所以黄豆呢 它浑身都是薄 那我们要吃它的时候呢 从豆制品当中肯定能获取这些宝贝 比如我们常说的卵磷脂 还有类黄酮 以及呢我们大豆当中的蛋白质 现在我们的这个大豆蛋白 也是非常好的 对吧 那么很多的这个大豆蛋白呢 被一些这个营养不良的人 我们增肌的人 都用作一个很好的这个蛋白质的提供 对 都可以吸收 对 都可以吸收的 所以本身呢 你要吃豆腐啊 肯定能获取的营养都是有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均衡食物 哎呀 所以说这种 物美价廉的食材 才是咱们真正需要的 是是对 咱们这边高大厨已经把它 碾得非常细了 对啊 有点这个感觉 说一下 特别好 这个碾碎了以后呢 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 所有的配料呢 也给它切一切 其实配料也很简单 就一点芹菜 一点胡萝卜 芹菜片在里边起到有什么作用 就是一个调色的一个作用 就是点缀一下 胡萝卜呢也是 切几片就行 对啊 其实我就在想这个怎么把豆腐给它压成了这种 也不能叫豆腐泥 就叫豆腐泥 就豆腐泥吧 豆腐泥比较好一点 怎么让它能够成为一个形状丸子 然后在炸过之后还不散 这也太关键了 好好听着啊 那这个呢 就是咱们下面就要来做这个事情啊 那首先呢 把这个放到一个碗里去 把需要的这些配料呢 每一都放下去啊 这个芹菜粒和胡萝卜粒 好 这些量呢都不需要很多啊 不需要很多 就是加一点蔬菜 对加点蔬菜给它有有点颜色啊 漂亮 然后呢 虾胶 也就是 虾仁啊 就像我们碾豆腐一样 把它碾碎了 碾成泥状 就可以啊 好 在菜板上把它给压成泥 加进去 对 虾呢 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所以做出来呢 往往它比较有弹性 就我们常说的虾胶状 对 这个胶状 然后呢 就是鸡蛋 再来一个鸡蛋呢 咱们留出一点蛋清来啊 用黄吗 对 因为它一个鸡蛋呢 就这点量有点多 就用黄就可以 带一点点的清 对 这里边现在东西就非常多了 豆腐 你虾 你胡萝卜丁 还有青菜丁 对 鸡蛋 那这个呢 就先给它碾开啊 别微给它调一调 充分的融合 就这个时候也是给它上劲吗 嗯 这个不需要它上劲 就不用上劲 对 它自然它就会 我就说这个 它和肉不一样 哦 豆腐丸子还是 它和肉不一样 就是有一个技术含量的 对 我们只需要把它调匀就行 嗯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给它调味了 好 来 那就一点点胡椒 胡椒粉 对 像这种您平常在家里经常坐着吃吗 会啊 偶尔会坐坐 这个也可以蒸着来吃 今天咱们做个炸溜的啊 炸溜的更香一点 适合年轻人的口味比较好吃一点 口感更好一点 对 今天这种方法我们是更加的偏重一下口味 口味 对 对 然后 然后来点淀粉 这时候要加淀粉 对 加多少大约 这个不需要很多啊 一般有个10克左右就可以 嗯 也是给它调匀 这个淀粉的作用应应该是把它尽量的粘稠一点的吧 对的 嘿嘿 我就觉得肯定得有些让这些散着的各种泥给它混合在一块啊 就好像一开始录节目的时候你就开始担心它怎么结合到一起的问题 真的是啊 就好像沙子里面的水泥一样 对 有腾的有水泥把它搅合成一块 因为我们的肉呢 它是比较有这个有脂肪比较多 所以它就容易成丸子 它嚼嚼还能上劲 对 因为油比较多一点 豆腐它是比较散的 蛋白质含量过高 水分太多了 照现在这么来看的话 还是散的 对还是散的 这就算是准备好了吗 对 这个豆腐馅就准备好了 一会咱们油热了以后呢 咱们就把它团封丸子下锅一炸就可以了 哎呦 这可能好好看 这又开始团豆腐丸子了 这个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力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在家里团 这个团的时候呢 这个勺子上给它沾点水 然后呢 它就会表面就会比较光滑 我看您是团成这个椭圆形 对 根据勺子来 你要把它团成圆的也行 也行 这个根据自己的喜好都可以了 是 然后呢 油温上到六七成热的时候 再下锅 哦呦 看干 就是把丸子搁到手心 然后一点一点团 这个应该是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心灵手小的朋友都会 都会 所以说我这点就不是心灵手小 我得回家练练这个 这么就直接放进去 不用说管控它的这个炸多长时间啊 或者怎么样 这个它自然就会飘起来熟的话 飘起来就算熟 你说豆腐如果经过这样的一个炸的过程 而且里边还有芹菜和胡萝卜 嗯 这种搭配是不是也很好 也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本身呢 你像豆腐啊 它的脂肪含量还不是特别高 嗯 而且呢 吃起来太素淡 对 尤其是虾呢 也是高蛋白质脂肪的 所以这两个食物你要是没有足够的油脂啊 是不好吃的 出不来味儿 出不来味儿 如果我们这样一炸呢 本身呢高温烹制以后 可以把豆腐熟化 那更可好消化吸收了 生豆腐其实吃起来不好消化的 对 对 它有一些抗营养因素 没错 所以这样做呢 其实本身呢 符合我们的消化的程序 是 只不过呢 就是我们炸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不要 温度不要太高了 高温 得控制好的温度啊 温度要高了以后呢 会可能对身体会产生一些危害 所以低温 低温膨制 炸东西的时候也注意控温 不要太高了 也不能说一下子进去就糊了 对 那温度呢 一定在六七成热 也就说180度左右的油温就可以 对 这就非常好 哇 我现在特别期待一会儿 这个豆腐丸子出来之后 应该是什么样的口感 什么样的外形呢 现在只被这个油泡 全部覆盖在里面 对 充满了幻想 待会儿跟您 一起共享 对 看一看 哇 看着就香啊 朋友们 慢慢飘起来了 那您看它飘起来以后呢 它的表面呢 就有一层这种硬壳的 金黄色的 是 你刚才担心的 它散 看着看起来包裹得非常紧 对 我们慢慢的把它捞起来 非常像一个炸鸡蛋一样 是 有点像 而且这个形状也像 哇 现在想象一下 它外面应该是酥酥的 里面应该是那种 非常软的豆腐原味吧 其实这时候就可以吃 就可以吃 这时候就可以吃 好 一会儿这个炸炸之后 还要进行一个加工吗 我们要给它打一个芡汁 叫溜的 炸溜丸子 炸溜 炸溜豆腐丸子 炸溜的得溜 丸子炸好了 接下来还要准备什么 看嘛 它这个表面呢 它已经有一层硬壳了 但是里边呢 还是非常鲜嫩的 像我们使用的这里边的 加的这些添加的这些食材呀 都非常容易熟 像虾呀 豆腐啊 这些都非常容易熟的 对 锅里边放点油 咱们给点葱花 好 给它爆香一下 翻一翻 胡萝卜呢 放下去 先炒一炒 好 因为胡萝卜呢 它的重熟度啊 它是比较吃火一些啊 那我们芹菜呢 后割啊 最后放芹菜 哎呀 这个芡汁一上去之后 又是一番景象 对 少来点酱油 嗯 出点味道 再来点料酒 热气腾腾的 对 蚝油 蚝油来点 好 一微搅拌 哎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放水了哈 加一点水进去 对 水开起来以后呢 嗯 我们就可以往里打芡汁了啊 这个芡汁呢 逐步的往里淋啊 不要淋的太厚啊 芡汁让它能挂出去就行 对 溜芡嘛 嗯 得嘞 好嘞 关火 丸子呢 这会儿再入锅 哦再放进去 对 粘裹一下这个时候 对 再翻裹一下 我还以为是浇在上面了 我以为是浇的 其实是在烧一下 就让它自己在锅里溜一下 对 它这样呢 就是粘点芡汁就可以啊 好嘞 然后呢 那就可以装盘了 入盘喽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要咬上一口 当然 真是 真好 来尝一尝 这个好 特别好 里面还是非常嫩的白色 好吃 怎么样 太好吃了 你知道吗 它的外层跟里面的这个口感 完全是不一样 都没有相似的地方 嗯 是不是因为这个豆腐的特质 它经过了这个外层的炸汁之后啊 非常的有韧劲 对 里边就会松松散散的感觉 一个坚硬的壳 但是里面豆腐的味道还是非常好的 没错 尤其是还有青 就是吃起来有这个青菜 嗯 我们刚刚放的芹菜嘛 嗯 还是脆脆的 胡萝卜丁也是非常的脆 口感特别棒 嗯 非常的回味 哇 这个炸溜豆腐丸子 出乎我意料 花达出果然厉害啊 好 谢谢谢谢 估计你肯定会太喜欢吃豆腐 是不是 对 就想吃肉 没错 这个丸子一尝啊 还真是有点颠覆了我对豆腐的传统认识了 对 好吃的东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 当然了 现在说市面上 出去买豆腐也是各种各样都有 对 有这个各种卤水的呀 石膏的呀 海水的 对 等等等等 到底这些豆腐有什么区别 该如何去选择好的豆腐 适合您的豆腐呢 我们来听听业内人士是怎么分析的 今天我们请到了豆制品行业的业内人士 张女士 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关于豆腐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张女士你好 电视机家的朋友 你好 主持人好 那个我们现在呢 这个市面上主要看到的 主要有石膏豆腐 卤水豆腐 还有海水豆腐 那我们现在主要讲一讲 石膏豆腐和卤水豆腐的区别 好 来看看 就这两种一个大区别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石膏豆腐 为什么呢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含水量比较多 如果正常来讲的话 一斤黄豆可以点出2.5斤卤水豆腐 但是石膏豆腐呢 可以点到4.5斤 哎呦 这出树啊这个 对 它出树的主要原因就是水多 我们现在可以看见这一块 在这放置一会儿 这个下面有很多水 就这些略在微黄色的 这都是它出来的水 对 石膏就是这样子 手来压一压它或者摸一摸它的话 感觉很快就要碎掉的感觉 这是含水量比较大的 我就感觉它好像有点松散 对 稍微的 接下来我们看见的这一块是卤水豆腐 你用手捏一捏它 按一按它 然后相对那一块来讲的话 它比较结实 要硬一些 它就是我们常说的 每斤黄豆只能出2.5斤的 然后平时大家我们说的最传统的那一种 卤水豆腐 就是这一类的 这就是卤水点的豆腐 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呢 是市场上比较新型的 就是卤水和石膏混点的 两种都有 对 它呢有一些卤水的这些优点啊 特性了 它比较这个软一些味道 相对来讲比较好一些 是 但是它有石膏存在 它的含水量也是很大的 但这盘子里面也有吸出的水 但是相对于那个纯石膏来讲 少多了 对 但是它也有特点 相对于这个纯卤水点的豆腐 按一按它 弹性要差一些 就不是这个 这个会更死一些 就是感觉这个劲儿更足一些 对 这个就比较有弹性 对 我们吃豆腐呢 主要要留下它其中的这些蛋白质 然后如果要是蛋白质的含量越高越好 如果要是按照一斤黄豆的蛋白质 平均出在豆腐里边的话 你觉得哪一种会好一些 我觉得是不是这种卤水都会比较好一些 对了 是这样啊 您真聪明 那除了这个蛋白质的含量 它们之间还会有什么一些区别 我们在平常购买的时候 还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含有石膏的这些包水比较多 但是胃不好的人一定不能吃 为什么 石膏它会烧心啊 然后容易吃过以后容易反胃 尤其是有胃溃痒啊 这些有胃病的人吃了之后是反应会不好的 也就是说肠胃功能相对而言不太好的人不太适合吃这种看似柔软的石膏垫的豆腐 对含有石膏的也不行 像这个 这种混合的也不行 对 就只能吃卤水的 对 而且平时就我们来讲的话 卤水的这些美离子的含量 氯化膜呢 美离子的含量 平时我们摄取的机会也比较少 像吃这种卤水点的豆腐 还有帮助我们摄取一定量的微量元素的好处